大家好,我是郑伯仁律师 我也是Arcadia的副市长 谢谢你来我的频道 律师怎么说 我发觉说华人经常来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脑海里面 不知道怎么答复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频道 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 谢谢 大家好,我是郑伯仁律师 谢谢你来我的平台 我们这一期要讲的就是 离婚 一个人来我办公室的时候 他想办离婚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问他说 你有没有一个婚前协议 还是一个婚后协议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是因为如果有的话 你离婚就会比较简单 那当然很多人他们没有 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那在这种情况 我会鼓励我们一个客户 我会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个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在加州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跟对方去谈判 就像一个婚前协议还是一个婚后协议 把全部的情况有正义的地方 我们把它谈好 然后把这个文件递在法庭里面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判决书 那加州最快离婚有判决书是多快呢 是六个月 那为什么有这个六个月的过程呢 是因为虽然我们有一个协议离婚 对方有六个月的时间可以反悔 为什么他们可以反悔呢 是因为法官要确认说没有欺诈的行为 现在我们要立案了 我们要打官司了 那这个立案的过程呢 有哪种的问题很重要 第一个我会问客户 你有没有未成年的小孩子 因为未成年的小孩子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一个就是抚养费 你要付的钱付给对方 还是对方付给你要付多少 第二个就是抚养权 小孩子要跟谁 好小孩子的决定谁在做 第三个呢就是赛养费 赛养费的意思就是要付给对方 还是对方要付给你 维持你的生活 然后最后呢就是资产 资产的话有个人财产 有共同财产 如果你结婚了只有一个月 一个月的话 你需要付对方的赡养费吗 理论上你是需要 如果你结婚的话没有超过十年 法官会除以二 然后要你付对方的赡养费 所以理论上才两个半礼拜 这种的两个半礼拜的话 我不会建议你为了两个半礼拜的赡养费去打官司 我会建议你做一个和解协议 然后做一个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的话我再讲 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可以保持一个关系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协议离婚的话 你最后的话也有可能性会恢复感情 共同的资产是分无物 可是你共同的债务也是分成无物 很多人他们会想办离婚 因为他想把全部的债务放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希望说老婆什么都没有债务 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避免很多的官司 当然百分之七十的案子 第三方他不会知道说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说你是这样子做 他可以告你给你的老婆 如果今天全部的债务放在你身上 然后你把全部的债务清白给你的老婆 如果有一个好的律师 他有办法去窜开你们之间的这个欺诈的行为 然后把债务放在你们两个的身上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式用离婚去避免一个债务 关于抚养权 抚养权有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physical custody physical custody的意思就是小孩子要跟谁 那我刚刚讲的一般的话是五五分 第二个是legal custody legal custody的意思就是谁可以做决定关于小孩子 如果小孩子要看病 小孩子是住在哪里 小孩子今天要开刀 他要到哪里上学 这个就是legal custody 法官也会做决定 关于这种的抚养权 抚养费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我刚刚讲的这个两点 这个两点就是frequent and continuous contacts 双方都要见到小孩子 然后第二小孩子最理想是什么 因为法官经常会问你 你为什么一个月要一千块 你为什么小孩子要搬到这边 你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开刀 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你的反应是 这是对我小孩子最理想的 法官因为有这个标准会盼着你这边 如果你是讲说今天我要小孩子搬到芝加哥 还是今天的话我要小孩子跟我在一起 因为对方的话劈腿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你是赢不了你的动议 你是赢不了你的官司 所以你要用这种的标准来考虑 资产很重要 资产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个人的资产 另外一个就是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很容易五五分 好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车子 然后你是结婚以后买的 那这个车子就是五五分 你要知道关于共同财产 不管说是谁去垫这个钱放在里面 如果是婚后以后 大部分的都是共同财产 那个人财产一般是在婚前以前 就有个人财产 可是你的个人财产可以变成共同财产 好是怎么样子会变呢 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你买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十万块 然后最后你结婚了 这个个人的财产还是你的个人的 可是最后呢 在你结婚的过程 房子就变到五十万 这个增值的部分是四十万 对方就可以讲说四十万乘以二 要二十万付给对方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呢 是因为虽然他没有事先垫这个十万块 在这个个人财产里面 可是如果他有去进步这个资产 然后最后就这个增值的部分 他就有办法去增这个数目 虽然这个房子是个人财产 可是增值是值四十万 所以他可以拿百分之五十 那你要怎么样子去避免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会问 郑律师我很怕没有婚前协议 没有婚后协议 我有个人财产 我会怕变成共同财产 你要怎么样子做 第一件事情呢 你的个人财产 你不能把对方的名字放在上面 很多人的话的个人财产 最后把对方的名字放在上面 法官就判说这是共同财产了 第二件事情 你不要让他去沾到你的个人财产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你是分租给别人 你不要他帮你去拿房租 你不要对方付税 你还是要用你的个人的财产 去付你房子的税 你不要用共同的财产 去付你个人的财产的税 如果你一个月你结婚了 你今天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是赚多少钱赚零 你什么都没有赚 可是对方一个月的话 他就赚了一万块 三万块五万块 这个钱这个收入是共同财产 不是个人财产 有的时候老婆他们会来我们公司 她说我先生很懒 每一天都赌博 我每一个月的话我都赚几万块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不是 这是共同的 我再补充如果今天的话 你有你自己的房子 然后这是个人的财产 你每一个月的分期付给银行 你不要用共同的收入 你们之间的收入去付这个 个人的算是每一个月的银行的贷款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混在一起 没有办法澄清的话 你最后你会发觉法官会判说 你的个人财产就是共同财产 一个网友问说 今天对方不想离婚 在加州的话这个合不合法 那如果对方不要离婚的话 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离婚 加州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今天的话是只有一个人想离婚就可以离婚了 如果对方你把文件送给他 然后对方没有做一个反驳 他就默认了 默认的话你六个月以后就可以拿到一个判决书 这个判决书就表示说你是合法离婚 然后当然你的诉状里面 会把你全部的资产写在里面 如果对方不愿意反驳 他就放弃他的权利可以给你抗议 然后你资产就可以拿过来了 所以其实对方默认不是一个坏事 不管说谁办离婚 你想把你的资产转走 还是你想换名字 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加州有一个法律叫ATRO automatic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这个意思就是自动的禁止令 第一你没有办法换资产 第二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有保险 把保险的受益人换掉 第三你的退休金 你也没有办法去换 所以这三个的话是一个法律规定 在这三种的话 如果你做 然后法官知道 法官马上会停止你的行为 然后把它转回来 然后要你付对方的律师费用跟开销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等多久才可以结婚在加州 如果你有办一个离婚的话 然后离婚的判决书有下来 你立刻就可以结婚了 你不用等几个月还是等几年 可是美国的法律关于移民的话 是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离婚的官司 然后有判决书下来 你要等五年才可以再结婚 如果五年以内 你又再结婚了一次 他不但会问你说 你现在的婚姻是不是真实的 可是很多次也会问你 你以前的婚姻是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移民的考虑的地方 关于加州的离婚的官司 今天这是我们本系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我一个点赞留言跟订阅 谢谢